嗨 Brian 嗨 郭大 你知道為什麼郭大講一個品牌的時候 常常都會最先講它的歷史過往 為什麼 因為這個歷史過往是決定品牌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 那想必我們現在來到的一定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品牌囉 很古老而且歷史很輝煌 阿公級的囉 阿公級的 殭屍丹頓 殭屍丹頓 很重要的朋友麻煩來地理位置介紹一下 殭屍丹頓的地理位置也很好找 就是從信義路的大門進來 上手舞梯右邊就可以看到 他就在信義環的二樓 二樓 清楚又明瞭 沒錯 走吧去看一下阿公吧 走 看錶 各位 各位 今天我們來到這邊 最高興的人是誰你知道嗎 Brian 是我 對不對 因為這個品牌是你最愛的愛牌 對我的愛牌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而且請到Staffy來幫我們介紹 這樣是很幾款的新款 還有重量級的錶款 麻煩你 第一個介紹這個錶款是我們全新系列 E-Jerry的女表系列 好像最近才看到新聞稿 對 全新系列 還沒看過本尊 這是最新系列的 真的很有特色的來 那像這個E-Jerry 在古羅馬的神話裡面是女神的儀式 所以其實它整個設計的理念 就是以一個高級頂制服像女神般的設計去改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設計的部分 中間的錶盤還有旁邊的錶圈的部分 都有像枝錦遺物般的皺摺 用即刻雕畫的部分去呈現出來 那這次的龍頭錶罐部分 我們是用偏心式的設計在兩點鐘的方向 那有特別用月光式去點綴整個錶罐的部分 那在月向的部分 我們是用像珍珠母貝去堆疊整個像朵朵白雲的感覺 所以這是一般我們像是在以往月向沒有呈現出來 像這樣子設計 就像雲朵去襯托 對 所以在朵朵的白雲上面還會有一個月向的部分 而且我覺得它的字體設計我也很喜歡 它就是有一點不規則的感覺 然後很像在衣服上面的一個蕾絲點綴的感覺 很有女性美的 對 這樣稍微優雅一點 那這一次它滿特別的呢 就是可以快拆 錶帶 對 但是它的快拆方式又跟 像我們之前OVERSEAS的 有點不太一樣 對 所以它同一個錶款會附三個顏色的錶帶 對 對 好 這個快拆我覺得現在很流行 對 不只男生喜歡玩女生也要玩一下 對 而且因為女生像她衣服很多嘛 她這樣這個不同顏色的錶帶就可以快速做搭配 對 所以不用工具嗎 不需要工具直接手 超級快 超級快 而且一邊一種顏色其實也不錯 喔 你說直接拼貼的部分嗎 對 其實也是滿好看的 滿好看的 對啊 很特別啊 對 滿特別的 觀眾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這個 我們PATRIMONING的雙逆跳 經典 對 這個算是 最主力的系列嗎 對 像PATRIMONING是我們的傳承系列 算是非常經典的一個設計 它在側邊的話是一個遠舞的造型 那正面的話其實它上手是非常的服貼 那這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這一次PATRIMONING第一次做一個無夜藍的顏色 對 所以它其實近拍的話 它的藍色跟OVERSYS不一樣 它是會有點像太陽放射 然後有點斷面泡光的感覺 嗯 所以它有隨光影變化 對對對 它是有點放射的一個泡光 那像這種雙逆跳的設計 在31號 那要轉1號5 然後也剛好是在禮拜天要轉禮拜一 它就是會做一個雙逆跳 所以這其實對製表師來說 它兩個一起瞬間逆跳的時候 是很需要很足夠的動能 對那在順跳的時候 其實到1號跟禮拜一的時候 它指針的穩定速度 也是要需要非常高的緊張 就是要很準跳回去 對對對 所以這其實在像我們的手錶 然後要做到這樣子的選擇 其實是相當的不容易 辨識度滿高的 辨識度滿高的 對這樣我們第一次做一個物業來設計 這也是品牌從來沒有的 很好 很好看 接下來我們這一款手錶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重量級 重量壓軸的對不對 對 好 這個的話就是三問陀菲倫的表塊 三問陀菲倫 我們以前就是純三問 或是純陀菲倫 是 不然就是萬聯力陀菲倫三問 從來沒有把這兩個複雜功能 加入在同一個機型 那這也是使用我們自己研發 跟自製的二七五五的機型 是 這一款的話 它的材質是波徑的款式 對那在表面還有特別像 我們家三頓也非常知名的即刻雕畫 去刻印在整個表殼上面 那在特別的地方是它陀菲倫的框架 其實是有一個獨立的小秒盤 所以你可以欣賞到它陀菲倫的漂亮之外 那還可以看到它有一個獨立的秒盤 在新手 對 我就很喜歡姜世丹的陀菲倫 因為他們的框架就是有用 對 對 去做框架很漂亮 對 你們這個logo是最適合做陀菲倫的一個框架 真的 四平八穩 結構又有特色 對 那個樣式又好看 好 那當然有三問的話 是不是要聽聽看 對不對 那其實 殭屍單頓的三問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是 就是我們每一個三問在出場的時候 都會為一個這支錶 特別錄製一個它自己的錄影檔 是 對 所以當您在維修或是保養送回去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雕出這個當初出場的錄影檔 對 對 所以當您回去的時候 你都會很完整 很精準的去調回你當初出場的音品 確保你所有的品質都是一致性的 了解 所以這是這樣三問三問比較特殊的 還可以送回去調到原來的聲音 對 它還錄單曲 對 發行單曲 對 做一個自己的單曲 真實的單曲 很好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 哇 郭大 嗯 我終於體會到什麼叫語音繞樑的感受 是齁 真的 真的不虛此行 讚 雖然拍了一整天這樣很累 聽到都醒了 真的 所以各位 這就是我們完表的樂趣 真的 可以讓他一切疲勞 整天疲勞都笑死了 只聽了一個三問而已喔 對 洗滴身心靈 很好 很讚 所以最後我們也要感謝一下Stavy幫我做詳盡的介紹 謝謝 非常謝謝你們今天來 可以讓我跟大家好好的分享這一切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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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